前陣子我在我的instagram上面做了一個Q&A 詢問大家對於intermittent fasting 間歇性斷食有的問題 那個時候呢 反應非常非常的熱烈 我收到很多問題 稍微統整了一下 我發覺總共有五個問題是大家一直在問的 所以今天這集影片呢 我們就會針對那五個問題 用科學的角度 還有提供你一些現有的實驗文獻 希望藉由這個影片呢 可以讓你對於間歇性斷食有不同的認解 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直接進入今天的主題 不管你有沒有意識到 其實我們每天都是在斷食 從當天的最後一餐 一直到隔天早上的第一餐 這段空腹睡眠時期 就是我們斷食的定義 普通人每天斷食大約是6到8小時 就是我們睡眠時間 其餘16到18小時呢 屬於進食的窗口 而間歇性斷食則是將進食的窗口 和斷食的窗口整個反過來 讓進食縮短在6到8小時 其餘的16到18小時呢 屬於斷食的窗口 甚至以我自己舉例來說 因為我的工作時速會比較長 所以有的時候我斷食的時間 可能會長達18甚至到20小時都有可能 機械性斷食通常會拿來作為 減脂時期的一種飲食手段 因為當你在斷食這段期間 身體會一直不斷的去尋找 脂肪細胞將脂肪分解 轉換為葡萄糖 供給身體所有細胞當作它們的能量 所以這段期間算是燃脂最旺盛的時候 也能夠快速的讓身體進入一個生酮的階段 機械性斷食不只能夠讓你的燃脂效率 提升到另外一個檔次 它也能夠提升我們人類腦袋運作的效率 科學家曾經做了一個動物實驗 它們將一群老鼠長時間的讓它們處於在斷食的階段 它們發現這群老鼠腦袋神經連結的活動變得更多 學習力變得更好記憶力變得更好 科學家也在人類上面發現相同的結果 它們推測是當人體處於在斷食這段期間 由於沒有外界食物的來源 所以我們人類的大腦是處於在一個生存的模式 為了避免不必要的資源浪費 因為我們大腦只會專注在特定幾件事情上面 例如說打獵或是尋找下一餐 光是這一點呢 我在斷食幾天就有相同的感受 不是說我在斷食的時候一直不斷尋找下一餐或是積極在打獵 而是我能夠更專注的在手上的任務 我的思緒反而不會分散在其他不太重要的事情上 甚至你可以自己回想一下 當你每天吃完早餐的時候 你是精神變得更好嗎? 還是覺得腦袋有點昏沉沉 甚至還想要再回去睡一覺 在斷食這段期間 人體內部生物化學反應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尤其對於大腦的運作是有許多正面的幫助 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主題 值得更深入的探討 如果你對於這個主題非常有興趣的話呢 請暫停現在的影片 在底下留言讓我知道 也許將來我們可以更深入的探討這個主題 提供更多的科學文献和實驗結果 跟你分享 其實在斷食這段期間 你的血糖濃度雖然是低 但是它是一個非常穩定的狀態 而剛從事藉切性斷食的新手來說 通常會在幾個特定的時間點感到肚子餓 這是因為你的胃 會在你習慣進食的時間點 分泌一種荷爾蒙 叫做類生長激素 Grelin Grelin主要的功能呢 就是促進食慾和提升脂肪的囤積 然後一旦你過了這個進食時間點 體內的Grelin濃度便會降低 你就不會感覺到肚子餓 曾經有個研究呢 就是測量一群人在斷食的時候 體內Grelin的濃度 每20分鐘測量一次 他們發現Grelin的濃度 都是在他們之前習慣進食時間點 分泌是最高的 就像是早餐 中餐 晚餐的時候 而過了這個時間點後呢 Grelin的濃度又回到最低次 隨便跟大家分享一個蠻有效的招數 當你下次再從事斷食的時候 當你感覺到肚子餓已經快要受不了 好像快要死掉的時候 你把那個時間點寫下來 你會發覺那個時間點 通常跟你原本進食的時間點 是非常接近的 你知道這個時候是因為 你的Grelin的濃度大量的提升 而並不是因為你再不吃東西的話 你就要掛掉 你一旦知道這個原理 你就可以很輕鬆的度過這段時間 當然我們有在訓練的人 最擔心的就是 會不會因為斷食這段期間 燃燒到我們的肌肉 其實科學家早已針對我們這個擔憂 做了一個實驗 那這個實驗其實結果非常非常的驚人 是完全跟我們想像是不一樣的 他們號召了一群人分成兩組 一組呢是讓他們的進食窗口 縮短在8小時 剩餘的16小時是斷食 另外一組的人呢剛好是相反 讓他們的進食窗口處於16小時 剩下的8小時除於斷食 8小時就是他們睡眠的時間 這個實驗的週期是8週 在這8週內呢給這兩組人 一樣的飲食一樣的營養素 一樣的重訓菜單 8週以後呢科學家去測驗 這兩組人的最大力量 肌肉成長 體重 體脂肪的變化 他們發覺這兩組人的力量 肌肉的成長並沒有任何的差異 唯一差異很大的呢 是斷食的這組人 他們體脂肪平均下降了16% 而另外一組沒有在斷食 正常飲食的人 他們體脂肪只下降了2.8% 光是這一點就很值得更深入的了解 為何斷食可以讓你的體脂肪 驟降這麼多 你對特分有興趣的話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讓我們知道 將來我會拿來單獨做一個 影片題材做探討 我們可以將食物廣泛定義為 任何有帶熱量的物質 所以斷食顧名思義就是 在這段期間內不能夠攝取任何食物 這當然包含了乳清 BCAA preworkout 因為這些都帶有熱量 通常在斷食這段期間 我唯一會攝取的物質就是水 有的時候會攝取一些綜合維他命 有些人會問那咖啡可以攝取嗎 嚴格說起來 如果你想要達到百分之百斷食的效果 其實咖啡也是不建議攝取的 即使是黑咖啡 如果你的出發點是為了要用斷食來控制體重 達到燃脂的效果的話 那其實黑咖啡是可以攝取 這沒有關係 只是一定不能加任何的糖奶精 進入到咖啡裡面 我知道很多人一定很擔心 空腹重訓的話會不會燃傷到肌肉 所以會下意識的去補充BCAA 希望可以保護你身體的肌肉 但科學家早就已經針對這個擔憂 而做了實驗 但他們發現其實我們在斷食這段期間 身體是充斥了大量的生長激素 生長激素不但有幫助燃脂 同時它也可以保護我們的肌肉 所以在斷食空腹訓練這段期間 你是不會消耗到你的身體肌肉 這讓我覺得那到底補充BCAA 有什麼樣的好處 或是BCAA真的有它號稱的功效嗎 我覺得這是一個值得更深入討論的話題 說穿了它就只是控制你進食的時間 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你平常該吃多少就吃多少 也在該吃的時候才吃 不該吃的時候就只喝水 如此而已 假設你每天該攝取的熱量 就是2500大卡 你就會在這段進食的窗口 攝取完2500大卡的熱量 以我自己來說的話 我的進食窗口大約是在4到6小時 我會把我每天該吃的熱量和營養素 平均分散在一到兩餐 外加一些MyProtein的蛋白棒點心 就這樣子而已 非常非常的簡單 不需要把它想得很複雜 如果以人類演化歷史來看的話 我們人類的祖先 其實並沒有像我們現代人 有辦法可以每天攝取三餐 甚至有時候連下一餐在哪裡都不知道 他們會一直不斷地處於在空腹的狀態 不斷地去狩獵 去尋找下一餐的來源 所以如果我們人類不適合長時間 處於空腹的狀態的話 那也許我們不會走到今天 Intermittent Fasting 其實非常適合正在減脂的人 一來是 當你在斷食最短期間 你身體是不會感覺到肚子飢餓 因為身體是處於在一個高燃脂的狀態 他一直不斷地去消耗你體內的脂肪 得到能量 二來是當你在進食的時候 因為進食窗口變短了 相對的每一餐給你的飽足感 相對也提升很多 至於蒸雞的話呢 也許對某些人不太適合 因為有些人就是沒有辦法 在短時間內塞下這麼多食物 如果你像我一樣喜歡每一餐吃很大量 那也許用間接性斷食的方式做蒸雞的話 非常適合你 因為你可以避免一次攝取太多的熱量 導致脂肪上升的太快 以上五點呢是大家比較關心的話題 我個人是希望再多做更多的斷食相關的影片 因為當我真正慢慢了解斷食以後呢 我發覺它給我的好處不只是改變我的體態 同時它也可以改變我個人運作的效率 所以如果你對於以上我剛剛講的 有任何問題你想要更深入了解的話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讓我知道 我們將來可以針對大家想要知道的話題做深入的探討 希望這影片內容有幫助到你 別忘記按下訂閱 然後我們下次見 Peace